照著走就對了 對 我都照顧 民眾走上行人斑馬線上 怎麼發現這斑馬線怪怪的 自動轉彎就對了 自動 轉不走 仔細觀察 有的民眾會跟著斑馬線走 但有的卻是直接穿越 因為一開始走為什麼它是斜的 我要繞到這邊來 但是走了兩三次發現 如果它不這樣走的話 這個車彎過來它會馬上撞到 如果這裡是直的話 這裡是安樂區基金一路208巷路口 有民眾發現這裡的斑馬線似乎有點不同 本來是在那裡 因為做好之後 這就是沒有當作一個規格的計劃 算我們這個路邊先做 做好之後公路段 他們整個斑馬線跟他們那裡先做 當初還沒有這個中央的庇護道 那在我們完成之後 公路局針對這個路口 進行一個安全的改善 所以增設了一個庇護道 那因為我們在做人行道的時候 先起已經先把無障礙的部分 還有缺口都已經完成 所以公路局在配合那個 我們的無障礙的坡道 所以劃射成這樣的一個行穿線 那不過其實之前在大概是4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辦過會議刊 有跟公路局討論過 那我們這邊會跟公路局來合作 我們會調整無障礙坡道 以及這個欄跟的缺口之後 公路局會來配合那個重新飆 飆設這個划線 那個行穿線的這個部分 原來去年7月 政府進行人行道改善工程 時隔兩個月 換公路總局裝設庇護道 等最後要化設斑馬線才發現 其中一端被護欄給擋住 只能往轉彎處連接 人行庇護道設立完成之後 接到非常多的陳情 因為不管是用車用路的習慣都已經改變了很多 那也因為說就是這個人行庇護道的關係 然後導致我們原本行穿線是直的 變成是現在這樣子有曲線的這個狀況 那民眾也覺得說 因為這邊平常小朋友上下穴 也都是要走這一條路 所以大家都是希望說 這邊可不可以再更安全 所以有跟金融市政府來進行溝通 那也確定說就是未來我們的這個雨遮的護欄 會調整位置 那把開口直接跟人行庇護道做一個對接 讓它可以變成是一個直線通行的狀況 斑馬線的特殊造型 引發了民眾討論 市政府聽到民眾心聲 通知公路總局 近日已經著手進行改善 要讓民眾行走更安全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